她在干嘛呢呢 哎呦我天啊 洗澡呢 哎呦 吼吼 吓得我们跳 摔不好了 赶紧跑 赶紧从侧面跑 不想试一试害怕呢 亲近自然 简单生活 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 露露和Michael 过去两年 我们背包徒步了 三百多公里 在帐篷里面度过了 超过一百个夜晚 我们也自驾三万多公里 探索了五十多个城市 记录了一点惊喜与感动 这一次 我跟露露准备 开上我们的小车车 带着包子 从温哥华出发 南下进入美国 跨越四个大洲 进入广袤的西部地区 到达美国号称 第一的国家公园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包子 包子 早上好呀 你这一大早凑过来凑什么呢你 你也想敬北我 现在是我们来到 黄石公园的第三天早上 今天早上跟昨天差不多 也是七点多不到八点钟起来的 早上还是很冷的 我说话都有哈气 这边的早晚温差特别大 晚上的话也就是零上差不多五度左右 白天能达到三十多度 一大早大家都起来 开始吃早饭了 我看 现在是早上八点多钟 第一缕这个晨光灶在我的脸上 好温暖 今天早上我们的第一项活动 就是Michael安排的这个boating 我们去Yellowstone Lake 黄石湖上滑船 完全没想到这个boating tour是我们自己开船 我还以为是有一个司机跟着我们的 Michael 你开过这种船吗 呀 我们要离开戴克啦 take care 拜拜 大家 多谢 thank you 一个小时之后回来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Yellowstone黄石公园的湖上面 泛舟 这不是泛舟了 这是开着小游艇 开心 我害怕 我害怕 不开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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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过于刺激了 刚才Michael把油门加老大 不要这样吗 不要什么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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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怕 我们现在行驶在这个Yellowstone Lake 黄石湖的正中心 今天早上出海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太阳不是特别晒 然后这个微风吹着脸很惊赏 看看这个黄石湖两岸的风光 你也试一试吧 不想试一试 害怕呢 你开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 慢慢开的话感觉跟开车差不多 但是开快的话我真不行 心脏受不了呀 心脏受不了呀 像这个非常慢的这种速度在水上飘 哎呀 海鸟海鸟 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要往前方的一个目的地 叫Simple 就是叫Simple Point 一场拍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自然景观 哇 你看这个岸边就是蒸汽帽的 哇 这右边还有那么多的蒸汽呢 这右边都是泉眼 哇 我们现在开船开到的这一片 全都是冒着热气的石头这边 轰轰的在响 轰轰的在响轰的 听到这声音了吗 听到了 感觉里面要爆炸了马上 在海的草里面有好多小眼花 对 在一个这个湖青岛这一块 这个岛上的鲜花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很漂亮 颜色特别的绚烂 粉的 紫的 白的 黄的 哎呀 要是不是因为不能靠岸 我真想去这个岸上摘一树点花 哎呀 我们现在上岸了 这一次boating的这个经历真的很值得 我觉得终身难忘 这是我第一次跟Michael自己开船 刚才Michael已经买完单了 我们这个坐船一共是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将近100美金 60多美金一个小时 价格其实相对而言是ok的 刚才我又回到我们这个录营地的 register office 问清楚了 今天晚上如果我们想洗澡的话 我们就去这个fishing bridge 我们录营地旁边另外一个 它有个rway park 可以去洗 而且它是晚上9点半关门 洗澡的话一个人是5美金 来黄石公园晚 住在公园里的录营地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跟露露发现在北美无论是去哪个公园 露营才是最主要的住宿方式 黄石公园虽然也有几个不大的宾馆 不过却有着12个露营地超过2000个露营点 可想大家对露营的热爱 上一期视频我们逛了几个黄石公园 最高最大的间歇泉跟温泉湖 今天我们主要去打卡几个比较特殊的 晚一点我们还会去黄石公园的另外一个主要的景点 大峡谷 突然间发现靠近岸的地方 有一个咕咕咕咕咕咕咕的一个像雪糕桶一样的小洞洞 仔细一看 那也是个Guyzer 一个间歇拳眼 我身后这个小洞口都不是在湖边边上的 是在湖的中间 有一个叫Fishing Coal 就是你看那里面还冒泡泡的 里面还有雪糕 我身后这个五彩斑斓的湖 叫做Sunset Lake 日落之湖 太热了 后面炸的蒸汽 向我清洗而来 我方拿房一样 带着臭气带的味道 太热了 我赶紧走了 受不了了 爸爸说我现在好热 我只想静静 别理我 别和我说话 你看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 我身后的这个Mad Port 下面其实也是个温泉野 但是上面呢 因为这个泥浆太厚了 变成了一个 泥浆的一个温泉野 问题是让我感觉它 噗哧噗哧的这个声音 还有它奔得很高的这个泥浆 让我觉得这些泥浆们 都非常的想要追求自由 他们不安于待在这个坑里 他们觉得有更大的世界在等他们 你看我 我现在身后在冒烟的这个叫做Skin Boat Gesser 就是Steam Boat的这个间歇拳 它这个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高的间歇拳 就是喷发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90多米高 不过这个间歇拳不是那么经常喷发 上一次喷发呢 是在大约两个月前 并没有其他的间歇拳 但是你看整个这一大片树拳都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它当时喷发的时候 把这一大片拳给覆盖了 然后把那些树拳给浇死了 很有可能 刚才西瓜吃的很爽 刚才那个西瓜吃的这种 都没来即拍 那个西瓜吃的 哎呀天 一下缓过了 一下缓过了 包子你又起来了 你看我们到哪了啊 堪秧Village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堪秧Village 这也是我们昨天晚上吃晚饭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小的博物馆 我们进去看看 这后面的这个地图主要是跟我们讲 在美国大陆上 从200万年前开始的 数次火山喷发 这个行程的火山灰 随着这个风飘荡覆盖的区域 整个这个黄色的区域 是200万年前 一次火山喷发 火山灰覆盖的区域 红色的是64万年前 一次火山喷发覆盖的区域 从美国北部到南部 无一例外十几个州 都被火山灰覆盖了 你看 这就是那个火山口 其实这里面就是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它其实就是一个火山口 最后沉积下来 我们现在在这个黄石公园的大峡谷 现在你看整个这个黄色的区域 就是这个堪阳大峡谷 中间这个蓝色的就是Yellowstone River 黄石河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是在整个这个峡谷的下段 我们先去看看 看完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开车 再到上面中间的look out 上面look out 都看一看 走了走了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峡谷这个瀑布的一个上面 哇 往后面看这个大峡谷好漂亮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叫黄石公园了 因为后面整个峡谷后面的石头 都是那种鲜艳的黄色 整个这个黄石大峡谷的有两段的瀑布 都非常的惊艳 一个是Upper Falls 上部分的瀑布 一个是Lower Falls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叫做下面这一端的瀑布 下端这个瀑布的垂直深度呢 会更深 高达93米 没想到还来多走个去 完全计划之外 怎么感觉你越走越慢了 我现在锁在这个位置啊 是这个峡谷旁边的一个观景点叫inspiration point 这个地方就是说激发灵感的地方 我是真觉得大家如果来黄石公园看大峡谷的话 值得在这里停留个一分钟 这边啊 给你这个大峡谷的感觉就是看得更加的带劲 从前面 Upper Falls 最上面那个瀑布 一路看到中间的瀑布 就是Lower Falls 再到这个黄石河一路流淌下来 一路再往峡谷伸出去 就让你整个视野都连贯起来了 啊漂亮 你看这个蓝天都倒映在这个水里 现在正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跟露露到了这个山坡上来这边看看洞 看看这个夕阳跟这个大草垫子 看到我身后了吗 有一个野牛在压马路堵在后边那个车 一溜的车都在后边等着 哎呦 他在干嘛呢呢 哎呦我天啊 洗澡呢 哎呦 What is doing 哇刚才看到Byson 那距离就两米啊 给我吓一跳 突然之间他就从车队前面上山坡上来了 还看到我跟包子 可能是注意到包子了 还这样 前面前提还踢了两下 还哼了一下 叫哼哼 下的我们摔破了几个人 赶紧跑 赶紧走侧面跑 皇室公园是真的真的很宝藏 我们在这边住了三天时间 公路沿线的主要景点虽然大部分都去了 不过整个公园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探索的区域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几天时间 就算不做什么 每天来看看这个大自然 也觉得非常非常棒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边往回走 路上我们准备去转转美国大麦田 据说大家熟知的Windows XP的桌面的取景地就在那边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来 我很少站着吃饭 太满味了 坐不下去了 先吃微井 是汤 排骨汤 特别浓郁